好,然後我送出了這樣的一個言文字 好,這個網路可能 你看,那這個Skimi這個Robot就可以偵測到有這樣的一個Pattern 他就把它替換 你看他等於做了Editor這個Blitter的動作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寫一個Plug版本 就是,如果你習慣了Plug那些Showcard 好像這個Rock剛好有 這樣子就是說你加一些機器人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做這個練習的動作 所以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應用 包括你可能也可以寫一個機器人是點播 然後就是你打點播某某某 然後這機器人就去YouTube search一個影片 然後insert進來等等 這些都是要寫Robot才辦得到的 好,所以其實寫Robot他目前的提供的東西也不多 所以其實簡單講也就是說 這個reference 就是你看他tutorial其實你會 就是非常的少 就是你稍微了解一下這個 這個app engine怎麼樣開發 那像我 照他的 我們可以照他範例 我之前有先 先把他run好 ok 照他的範例呢你只要 把這個web API download下來 然後放到你的app application裡面 然後你又寫這個app engine的話 這個fold裡面就是 他提供的web API 那你要寫的東西很簡單 那你要寫的東西很簡單 他的流程 其實roba的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說 你只要 就是說 你這個程式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你這個roba要偵測 這個web上面哪些事件 好 像他 這是他網站上的這個範例 就是說 他偵測這個participant change 就是當這個 web裡面的那個 參與的人有改變 或者是 他被加入到這個web裡面的時候 這些事件 那 就是 根據不同的事件 有不同的這個handler 所以這些handler就是 那當然 剩下 就是說大家可以自己看文件 就是說每個handler 他的參數代表什麼意思 那目前他做的這個範例呢 他就 他只是說 當 這個roba被加到web裡的時候 他自己會 他會 他會create一個 create一個 create一個 他就照他的API的格式 就是送出一個 I am alive的這個 text 那或者是 當 participant change的話 他就是 hi everybody 因為他這邊 notify this code 就是他會去對每一個 參加的 參加的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現在是把他 deploy上 上去 那我如果要把 把他加到 我的web裡頭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因為他只是 就是說不用邀請漢 因為這個是他寫的 你看他的 address 就是那個 APPID 所以只要有些 那個API 所以就不需要 對 不需要 應該說這個 robot不用邀請他 他也不能做其他事情 他只能被人家 起來 他只能很被動 就是各種都 對 對 只要有 對 對 你不能換其他 目前好像還不能換其他 其他的 所以一定要放在 Xbox上面 Xbox Xbox 對 你要寫很多 robot就要寫 開很多 robot 目前他的設計 是這樣的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應該已經有了 就是他被帶進來的時候 他有這個 I'm alive 然後 然後 因為他加進來 一次讓這個participant change 那我現在如果再加另外一個 好你看他又 他又發生了一次這個 participant change的這個 動作 所以 他的 就是說你要寫一個 這個robot其實是非常 就是邏輯上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 剩下只是說你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 你就是 產生一個 robot 然後他的名字 就是這個名字當然 一定要是你的這個 FID 然後就是 你的那個 robot的那個image 我現在是拿我的大頭 所以就是 那 還有就是說 如果 別人點到這隻 robot的時候 他的profile 那 你當然可以在這個 UIL 下面設一些 就是 像剛才Steamy 他的profile 就是設定成 某一個網址 然後這個網址 可以 就是用來說明說 他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或者規則 那 呃 這個 Skeamy 他應該也有 這個 我記得應該有 open source project s up s wav s ok 那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 Skeamy 他的 src src 他就建立了一個 list 就是 他建立了一個 ditional 就是建立這個 showcard 跟這個 image檔案的 名稱 那你可以看 他其實就是 註冊這個 blip submit 這個 這個 就是當那個 blip 當的時候 他才去pars 去pars 那個裡面有沒有 對應到的 然後把它 替換掉 所以其實顯露把 目前來講應該是 蠻容易的 或者是 我現在把 gasoline 踢掉 對 踢不掉 好吧 我把它把 skeamy 踢掉 好 我把它把 我把它把skeamy 踢掉 好 我把它把skeamy 踢掉 我把skeamy 把skeamy 改變 好 不知道是網路太慢還是 好 你現在打 ROCK就沒有用了 因為 steamy被我踢掉了 好 但是我現在如果 再加進來 你送出了嗎 所以我再送出一次 會全部 會 它會全部 所以會秀出來 這個是被 steamy 砍掉 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一邊打 並不會即時被換掉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skeamy 它的skeamy 其實是 它是等於 你到plipper被 賞印出去的時候 才做 才做 所以一定要它送出之後 才會 才跑出來 所以到底有哪些 event可以用 那當然可以去參考 這個 參考它的文件 或者是 當然你可以 你覺得文件不好看 可以直接看 看 Code是不錯的 event 大概就是這些 其實沒有很多 可以偵測的 你可以偵測的 就是 當一個 可能當一個 preeper被create的時候 或是被remove 等等 像剛才那個 範例的 它註冊的event 就是這個 expand change 還有這個 self-edit 就是這個 bought被 加入的時候 做的東西 那這是它 API的部分 那 你要寫的也只是一支 簡單的 這個Python script 那或者是你當然也可以自己寫 Gage 那我這邊 我自己有 做一個 簡單的edit 就是我可以把 這也是它 範例 文件它範例的一個 那個 Gage的檔案 其實你看 如果你寫過Gage的話 你看它這個結構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最外層是一個module 然後 裡面會設定一些 這個Gage 用到的一些 feature 那 如果說你是要寫 Map的話 你可能就要require feature map 那 你要用 Wave API 那你決定就要 設這個require feature wave 那接下來的部分 就是counter的部分 當然可以直接就是 用 HTML 和JavaSchool 去完成 一堆事情 那它這個範例呢 主要是說 它寫一個很簡單的counter 就是 每一個participant 看到這個gage 就可以 去按clicker 那 每個人按起來 按完之後 他那個clicker